我宣誓 絕不表現不耐煩的態度 絕不對自己沒有安排的行程 指手畫腳 該花錢就花錢 錢是賺來花的 累了就說鼓硬撐 該休息就休息 開開心心出遊 平平安回家 做得到嗎? 我當然做得到啊 歡迎收看九號的切切思雨 YOUHOO 好久沒有做這個主題了 因為我前兩天在跟我夥伴聊天 我們前陣子去家族旅遊回來 真的是發生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產生了很多共鳴 我也在我的線動開了問答 有非常多的小雨球 就是這都點到痛點 那我今天呢 準備了這個 我從日本扛回來的大人的可樂 這瓶真的非常好喝 我發現現在台灣也有在賣的可樂 是台灣賣的很貴 然後我們一次扛了幾瓶回來 6瓶還8瓶 非常值得 因為每當旅遊的時候 一定會有各種事情讓你覺得 先喝一口再說 讓你的心情肝脹下來 喝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 好我再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聽著聲音 噴到地毯 沒有 這個會是地板 這個沒有地毯 沒有地毯 呵呵呵 Cheers 這瓶是Jack Daniel出的 威士忌可樂 他直接把威士忌可樂 mix在一起了 就不用自己調 然後非常的好喝 喔他有很大 他有出門嗎 流一堆汗 欸貼錢好 要不要出去走走 嚇人麻煩 你會淋絲 這對這邊很無聊耶 我沒有吃太錢 我還是幹嘛要都費錢喔 吃太平不好 首先最多受在乎的就是 每次家族旅遊 人一多 人多嘴閘 每個人都有意見 像我們家 我阿公阿嬤 生了四個小孩 然後總共有八個孫子 大家就在帶自己的老公 男女朋友什麼來 我們這一次家族旅遊 一共有22個人 7台車有沒有超多 那要負責安排的那個人 去問大家說 有沒有想去哪個景點走走 想要在室內還是室外 通常都會說 沒關係 你安排就好 那會問說 有沒有想要吃什麼 有沒有忌口的 沒關係 你訂什麼餐廳 我們就是什麼餐廳 那通常我們家因為人很多 所以都會住保洞 然後很常就是大家一坐下來 就會開始滑手機 然後抱怨說 欸 這個怎麼 訓他那麼差 他都沒有網路耶 我照片傳不出去啊 欸 等一下 那個照片 一定有想要接著我們看一下 快點快點快點 有 我有在傳 但是網路就是跑很慢 通常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開始拿起手機 在那邊滑啊 耍費 或甚至有人給我帶平板 開始追劇 這時候大家應該就知道 有一台好的路遊戲 有多重要了吧 尤其是去包洞 都是住那種透天處啊 或是大房子 還有我 有萬千裝置要測試的 工作室當然也要 最好的網路 通靠的就是 TB-Link ZECO B165 身為自媒體啊 就是我必須常常要在網路上 跟小雨球啊 還有新朋友進行互動嘛 加上說我們近期也想要 提高直播的頻率 然後我本身又有 非常多的裝置需要同時聯網 每天要下載跟上傳無數個檔案 然後我跟夥伴們呢 也常常需要在網路上 獲取靈感跟一些快訊 要這麼多裝置同時聯網 所以我們對於網路的環境需求 就非常高啦 2024年科技圈的關鍵字 除了AI之外呢 還有第二個重點 那就是Wi-Fi 7 它們兩者息息相關 你想要讓AI發揮的淋漓盡致 那就必須要仰賴 有非常好的網路速度 所以當我在申請完 下載跟上傳都300枚之後呢 我就決定 我的路由器也要用上最頂 那目前有支援Wi-Fi 7的路由器 選擇最多的品牌 就是TP-Link啦 加上我的團隊小伙伴們呢 有許願說 希望工作室各個角落 各個區域 都可以實現網路零私角 所以就必須要支援Mesh 加上它沒有天線 白牌的一顆 非常可以融入我們的工作室 DECO B165呢 就是我們的最終Pick啦 DECO B165呢 有分成三種組合 一件組 兩件組 跟三件組 說了這麼多 我們馬上來實測一下 各個區域的網速表現是如何 首先這邊就是我們的工作區 可以看到 我跟我的小夥伴的提電啊 平板 各自的手機 非常多的裝置 都需要同時連接網路來做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跑出來的下載 結果呢是接近300 296 那來看一下上傳 表現很不錯喔 已經衝破了300 現在最後數據呢 是來到了315 回到攝影師 大家有發現嗎 他剛剛一直都在這裡 那我們一樣 我們都說來測網速 平常呢 這個攝影師 我們就是會運用 非常多的角落來拍影片 然後有非常多的裝置 要同時連網 甚至還有一台顯示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優們的下載是來到297 那在上傳的部分呢 也是輕輕鬆鬆就突破300 對優結果呢是323 下一架歡迎來到我的廚房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有廚房嘛 所以常常會跟小伙伴說 欸那我們中午有可能寄一簡單組 但很常 一開一廚房 剛剛看的廚房 全部忘光 所以我們就索性放在這邊 沒有很多人呢 可能跟我一樣新手 開始要準備做菜 就是會邊看著影片 邊照他的步驟來學習嘛 可是有常常人家分享說 網路在廚房的時候 是會特別的卡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可以跟我一樣在廚房 创一台路由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的下載結果是平常196 上傳也達到320哦 現在學路由器 除了考慮網速之外 操作簡單也很重要 那T-Building的APP呢 我覺得它操作起來是非常直覺的 它裡面的功能很完整 除了你可以即時知道 當前的網速 以及所有的連接設備 數量有多少之外呢 你還可以把你的一些智慧家庭設備 也加到APP來進行控制 並且它也有支援家長監護功能哦 網速表現這麼頂 就知道這台T-Link Deco B165 它的規格表現不一般啦 它除了是三屏路由器之外 它還搭載了高通路1.5GHz的4核心晶片 那它後方的這個Wan部跟Lad部呢 四個孔都有支援到2.5Gbps 另外大家在看官網的時候 可能會想說 這台商品名稱不是叫做B165嗎 那還有另外一個B11000是什麼意思呢 科普小教室 前面的B1英文字母呢代表的是支援Wi-Fi7的技術 那後面的1100數字呢代表的是 2.4GHz 5GHz還有6GHz 三個無線頻關的最高網速加總哦 那Wi-Fi7的其他最大重點呢 整理成表格列給大家 其中的MLO多重連接模式呢 代表它是可以在這三個無線頻段當中 自動去做切換 避開網路用色的區段 頻分分配達到了320MHz 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呢 同時滿足多個裝置一起使用 也可以更加的靈活分配每一個資源 避免有一些頻段啊 可能會被干擾或是浪費 總而言之就是可以 提升傳輸時候的數據量 然後提高它的穩定度跟降低延遲 其實如果以我們室內30多頻來說 確實是有點效能過剩啦 但我就覺得 寧可大材小用也不要網速不夠 畢竟路由器一台可以用超級久嘛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再依照你自己的室內空間需求 然後你的裝置數量還有預算去做選擇囉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沒有 大家看完照片休息完之後又會開始 欸 那我們今天訂了這間住宿多少錢啊 蛤 要這麼貴喔 那如果我們依照經驗照長輩過往都會說什麼 我們選那種省錢然後乾淨的就好 這時候他們踏進門又會有另外一套說法 蛤 房間就這麼小門人很多 這樣子很擠耶 空間不夠用吧 講到住宿呢 我這邊一律建議 以後大家要住哪邊自己的住宿自己訂 不要住在一起我覺得也可以 因為呢還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反正就會開始進行各種無限的分配房間大討論 這時候呢我就會說 沒有啊 我們晚上玩一玩喝一喝 可能沙發也能睡地板也能睡啊 好不容易房間分配完 你以為要開始狂歡了嗎 NO 當我們呢可能想說拿個公費去叫個宵夜外送啊 吃吃喝喝之類的 就會聽到有一句聲音說 欸這個要請你們自行個人負擔喔 雖然我們繳了這個公費 最後還是會多退少補退回來給我們 但就會有一種感覺 公費約等於形同虛設 啊 唱歌唱了 麻將打了 飲料喝了 電動完了 終於經過了有趣的天倫家族時光 這時候呢早睡派跟晚睡玩乾乾乾就要開打囉 那個喔大家今天早點睡啦 畢竟我們很早起嘛 一大早就出發還開長途車 所以你們如果要比較晚睡的話 我建議第二天再晚睡 第三天如果有人起不來你就繼續睡 想先出去玩的人就可以先出發 嗯 明天的確是可以睡晚一點 但是後天 起一點就要退房了 這邊也想問小羽球們大家是早睡早起派 還是晚睡晚起派呢 以及你們退房的時候是那種 時間差不多了 比方說11點退房10點半就 欸快點快點大家行李收好了沒的那一種人 又或者是會拖到最後一刻的呢 這一次呢我們就是有一點稍微快要到 接近退房時間 阿嬤就說沒關係這個吃完我們再走 我就跟他說如果抵了的話要加錢喔 阿嬤瞬間 要加錢喔 說到阿嬤有小羽球說 和阿嬤一起吃飯很崩潰 為什麼 因為一定會有阿嬤說什麼 欸吃這個太油了 不要不健康 我自己煮的都比這個好吃 啊你吃這個那麼貴 我自己買菜煮的肚皮肚皮 優惡的是呢 我也聽過朋友分享他的阿嬤就是 如果我們出去玩沒有揪他 他就會說 喔都沒有想到我啦 你們都自己去玩好玩的吃好吃的 但當你真的要揪他的時候 他就會說 不要啦我要告訴啦 不用不用不用 你們去就好你們去就好 這時候大家該怎麼辦呢 說到我阿嬤還有一個很可愛的點就是 他到哪邊都要拍照 常常就是 來你們孫子八個孫子先在一起 好拍完 男生換男生 女生生女生 欸欸換一個pose換一個pose 好啊大人大人主來大人主來 甚至是吃飯的時候也要拍 啊常常拍一拍跟我說 我手機壞掉了拍不了 我就跟他說阿嬤 因為你拍太多容量已經滿了 你們出去玩的時候是比較喜歡 行程拍得廊一點點 然後可以在一個定點放鬆 那種懶人行程的呢 還是那種到各個景點 一定要玩好玩滿吃好吃滿 俗稱特種兵行程的 你們是哪一派呢 我自己的話 我比較屬於前者 就是我喜歡到一個定點之後 就是慢慢的喝杯咖啡 看看風景跟大家拍拍照 或是跟家人們一起在民宿裡面 一起歡樂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那個是比較偏夏天的部分 但如果今天是冬天 我可能就會比較願意出去走走晃晃 沒關係 之後不重要 重點是當你行程排好 拿給家人看之後 一定會有兩派意見 喜歡出去玩的就會說 哈 今天怎麼那麼少 是不是可以再多塞一點 這邊我們沒去過 那邊我們沒去過 另外一派比較喜歡放鬆的人就會說 拍某地方最好是去的玩啦 每個地方都要去太累了吧 喔 對了 還有人分享說旅遊 還有再分兩種人 一種就是在A幾年到B幾年之間呢 喜歡遊車和上車睡覺下車尿尿 只要坐車看景點那種感覺 但另外一派呢就是覺得說 啊 我們都自由行啊 都自己走就好 不然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但是走兩步就嫌累 然後我們家人呢 超不愛看行程表 每次明明就表又烈在那囉 可能前一天或是下一個景點前 啊我們現在要去哪 我真的就覺得 擺烈了 還有很經典的 就是剛前面不是說說 你要吃什麼都隨便你安排 啊真的走到餐廳裡頭呢 哈 要吃這個喔 我看到那個哪個比較好吃啊 網路上說哪個比較有名啊 又或者是吃完就在那邊嫌說 這個哪有很好吃 要排那麼久 如果出國的話還會說 我覺得台灣比較好吃 真的會氣炸耶 想吃好料 可是又不想要花太多錢 啊不花這麼多錢的話 又嫌說餐點不夠精緻 然後如果你想要說 中間有個空檔去個咖啡廳 喝杯下午茶又會說 不要啦 不要啦 等一下就要吃晚餐了 不要浪費這個錢 我相信大家出遊一定也都有遇過這樣的旅辦吧 就會讓你覺得 很為難到底想怎樣 好 好不容易我們下車到了景點之後呢 就會開始聽到有人說 啊這邊就這樣而已喔 哪有什麼 就這樣啊過完了就沒了 還要去哪裡 然後還有聽到朋友分享說什麼 就是去旅遊的時候 大家特別都喜歡先抽一根 比方說什麼 吃飯前抽一根 飯後再抽一根 開車前抽一根 啊下車停好車的時候再抽一根 反正就是各個定點都要來一根 總之要這麼多人一起出去玩 就是 心平氣和 辛苦大家了 其實我在旅遊這塊真的是偏free的人 我沒有什麼太多的意見 那如果排好了之後 我還是會照著景點去走 那如果真的覺得無聊 我頂多就是待在車上不下車 然後我也不會不開心 我覺得大家一起出去玩就是 這是你讓我 下次我讓你嘛 就是大家開開心心 和和氣氣 不要傷感情 畢竟如果想要一起出去玩 就是想要創造更多的回憶嘛 一起共度這個美好的時光 如果要吵架的話 那不如一開始就不要一起出遊 但是說是這樣說啦 我們家真的超級常失控 我們以前就是出去玩啊 或是逢年過節一定都會大吵架 這時候怎麼解決 多半都是我會哭 也沒有解決 我就在那邊哭 你知道ESFJ本人就是會覺得 吵什麼架啊 都已經出來玩了 然後每個身旁聽過我家族 發生的各種吵架故事都會覺得 你們真的太抓馬了吧 所以本次我們加出去之前 就先訂定了重磅規則 約法三章 誰先發怒就罰一萬塊 結果這次大家表現都很好 非常讚 這個方法推薦給大家 反正就希望大家出去玩 都可以一順百勝和氣身材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 打掰掰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完全的立場 是包含周遭節目還有的各種親身經歷 各位朋友們請你們打開你們的Youtube頻道 搜尋與NYU底線N 按讚訂閱小鈴鐺開起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